以下节目指标及主持人的个人意见 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想品味有意 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平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好 又到了快讨论10分钟 今次跟大家讲一部台剧 叫做不良执念清除思 名字用广东话说是巧合参守 很久没看过台剧了 对照片已经很久了 我记得我之前说过《终极》系列 我之前看的台剧已经是《终极》系列那段时期 今次不良执念清除思 我也是不小心很意外地看了 而我又觉得OK 想在这里说一说 其实也算黑马 如果你喜欢奇幻作品 还有没有那么大负担的作品 我觉得这套也是OK的 它是八大电视台的作品 也和爱奇艺合作 其实不是等于Netflix和美国电视台的交易 总之我八大拍一套 同时也在爱奇艺上播放 爱奇艺也有投资 总共是12集 男主角 女主角 因为我太久没有看过台剧 都是认得个样子 不认得个名字 但我自己觉得 我看完 其实它正是正在什么呢 角色的dynamics 其实是铺得好 而且它的故事是吸引 譬如它的单元故事模式 即是熟悉了故事结构 其实它是可以继续做 第二季第三季都没问题的故事 我自己本身也是没什么概念 走去看的 我看第一集 它已经成功吸引了我的 就是它的节奏 它是没有那些很沉的对白 男主角说了一句 我不会怎么怎么怎么 下一句立刻做一个shok 就是它就是怎么怎么 就是用这种方式 已经立刻有一种好戏剧的效果出来 你知道如果看完美剧 拍摄剪接 其实关了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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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现在看台剧 我也很久没有看了 有些像日本动画风那种 我又可以,舒服 第一集,整个故事大家都说了 男主角的故事 他要塑造了一个比较惨的男主角 总之经历了一些意外 昏迷完醒了之后 他就开始看到一些东西 我觉得挺特别的概念 如果你看到那几集 你会觉得男主角看到的东西是鬼 看到一些骚髒的东西 其实观众也会容易理解 但是你随着慢慢看下去 你就会发现他见到那些不是鬼 就是执念 因为叫做不良执念,清除尸 执念是什么呢 其实他就是说一些人 其实是有一些念头 执着 可以是开心的东西 不开心的东西 思念的东西 愤怒的情绪 惊恐的情绪 这些人心和心相关的情绪 其实是有一种力量在的 其实他会慢慢的生成了一些 好像叫做质念的东西 某程度上就是说那些灵体的凝聚 但是他又不是完全就是人类死了之后的灵体 反而是一些可能在身的人 他有一些执着思念 构成了的 好像成妖成仙 他就说男主角就看到这些东西 他看到之外 他也有某一些操作系 都会认到 其他人都可以看到那些东西 而他整个故事的设定 就是三个主角而已 两男一类 不是分男主角还是女主角的了 基本上是男主角和男主角的了 其实是好嘻嘻 是没有嘻嘻的 我自己都看得挺赏心愿目的 那两个男主角的戏 那是好笑的 整部戏来说 会做五个单元故事 就是说他不同的执念 执念会找上门 因为男主角看到他们 就要听他们的谈论 解决他们的烦恼 或消除了他 去解决一件单元故事 就是这样 12集就做五个故事 故事来说 其实是温情为主 甚至乎很多我看完 真的哭出来 然后那三个主角的互动 主要是搞笑多 让你整套戏看得 没那么厉害 第一宗就叫车祸喪尸我 这个其实是我最不喜欢的案件 还有他有点想混流你 其实我们现在是说鬼 其实不是 是说执念 第二宗就是说无言路斯 这是我最喜欢的案件 是看得哭哭哭哭的 顶他那肺 第三个就是说乙童守护神 很有趣的 说是一个马路 有个公仔 就是大人拖着弟弟过马路 然后那个弟弟被人绑架了 这个好笑的 第四就是说厨窗娃娃案 看起来有点像恐怖片的感觉 但其实都是一些温情向的事情 然后最后一宗案件 就是双胞胎 双胞胎是有点心寒的 都是感动的 我最喜欢就是无言路斯 和双胞胎的案件 还有双胞胎的案件 他是特地找泰国演员做的 那个泰国演员是很有名的 因为我记得不知道 好像在哪一部电影见过他 还有他用泰国口音去说的那件事 还有那些画风 整个故事本身都是一些恐怖向的事情 你会整件事突然好像 真的很鬼片 吓到死了 然后他再说发生的事情 让眼泪流出来了 一部电影来说 我有时候很害怕 温情向的事情 会不会说 我最近心情不好就不要看 因为不想哭那么多 我觉得这一部电影是可以的 因为它其实是 即是有些位置有些互动是很少的 有些位置是感动的 而且会令到你更加学会 他说的故事就是 让大家要去放开你的执着 要去释怀 反而是看完很舒服的一部电影 故事其实是这样的 结束了12集 当然有些主线故事 我觉得主线故事正常 可以看可以不看 反而单元故事是我最深刻的 故事其实最主要是看三个主角的互动 那三个的化学作用是可以的 未来有机会 即是故事来说 其实是可以去到第二季第三季 我也想看的 就是这样 说事迟那时快 已经10分钟了 拜拜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